10月26日,五間賽事就要有 金剛石,由黎海泳轉蘇冥倫,實力大增可以為馬房帶來第二輪 好鬥心,應該可以有好檔繼續贏馬,但怕了抵出的將要 佳應精彩,繼續可以操控補足,但明月輝煌和移昌輝煌一對馬,都應該對他有威脅 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馬經,聖誕快樂,我是主持世榮 希望大家聽完五間馬經,介紹三匹比較有實力的馬 大家可以用來做膽,或者WinPay過關 在我講馬之前,當然有三場馬可以跟大家講 但投注策略是究竟三川四、三川七,甚至乎連贏定位置Q 也好,甚至乎獨贏或WinPay過關也好,這些就在臨場出了回律之後再跟大家選擇 這些要臨場因為你知道有時變化很大 過關之前大家可以因應自己駐馬,或者承受風險的能力去投注 希望大家在選馬之前,亦都在我右下角這些位置可以按個訂閱鍵 希望為大家在除了聖誕節之內,亦都可以在其他地方有其他節目 例如排位超人、細算萬能俠、1Q博士 甚至乎馬迷早神、晚上的瞬間看獨贏、六環彩等等 都可以為大家順賞最好的節目 事不宜遲,多謝大家在右下角訂閱,我們一起帶大家 看看五間馬驚,介紹哪三場精選馬匹試給大家 見到第一場,我就介紹了第一場的頭關 介紹了七號的金剛石,其實黎海雲這匹馬相當有實力 上次繞了大圈,回來也算不遠 而且萬步速那場其實相當難追 不過見到黎海雲都非常努力 除了排檔令他留得比較後,後面藍三個匹之外 他沿途繞了最大的彎道,竟然在最後谷草短直路 在努力趨拆之下,是唯一一匹在外面有最小追上來的馬 過終點的時候,已經看到他追到相當接近 所以這些馬,由黎海雲本地騎士和世界級高手 宋永倫相信,就算是谷草轉田草 那些對手比較強也好 我相信他都有實力,可以在五班千二米贏馬 你知道馬房其實已經有很多頭馬贏 找得宋永倫來,當然不會減分 所以這匹馬,在這場已經是很大的競爭力 另外,第九場也可以給大家看,好鬥心這匹馬 其實已經打搭連接了 不過要注意的是,他是谷草1650 但呂建威竟然不幫他報名 就走來隔了整個月,報了這個 泥地的二班1650米 當然你可以說,那二班沒有草地1650 很少賽程 對,但是泥地也很適合這隻馬跑的 翻查到海外賽職,其實全部都是交沙地 所以說,其實這匹馬 五次在外地,全部泥地賽都上名 這次轉回一個泥地的路程 其實比起跑草地,他更加適合 而且,世榮慣禮,先看檔位 你會看到,泥地的一檔 跟其他內檔一樣 都是相當利益的內檔守護位 唯有希望賀齋耀給潘頓發揮一樣的好 最後找到空間出來,應該都可以贏馬 不過如果你說想買Q,薄下冷碗 將要抵出馬,曾經輸過在泥地賽 比這個黃金甲,也相當有實力 所以,都可以考慮對抗Winplay 或者單Q位置Q 好了,去到最後一場了 這匹馬,嘉然精彩 其實同場沒有什麼馬放的 如果你看回整個局勢 在這間屋仔,由上角那裡 你按回堅仔的詳盡 你會看到,所有跑法都是後償 除了,不要計時閘的新境界 嘉然精彩就是唯一一匹可以擺前走的馬 在步速上,他已經佔盡優勢 而他亦都一如以往 之前贏馬,其實都是掌控了步速 這次的牌檔內宜,而只不過是四磅 對於這些四歲馬,不太大隻 還在進步的馬匹來講,相當有優勢 問題就是,明月輝煌這些 有鬼上身的馬 因為一桃中橫,周俊駱贏完 偉達也要收回周俊駱 應該落回,就是什麼小小磅呢 很大機會會在一個特別的跑法之下 走入三甲 至於而春輝王,上次大扭閘的 也只不過是輸五個馬位 所以這些馬其實相當有實力 大家都不要忘記 可能一膽兩腳,或者你很有信心 單Win一個家應精彩也可以 至於用什麼頭注拆量 就很視乎大家對風險承受的能力 當然,你說我可以三千四 就算家應,最後那隻家應精彩 跑了在頭二名 我說我沒有Win,我只得WinPay也好 或者我單Win 三穿七,三穿一好像有點薄 三穿四,可以不可以呢 就算去跑第二三,你只有Pay 一點點,贏少了 其實很多人都不介意 那這些頭注策略呢 就視乎你過關的時候 大約因應他們的賠率 再作取捨了 那這位頭注呢 大家有辣有不辣 拼命一點,當然是贏多一點的 那看一下大家對風險承受能力 有什麼不同 好了,這次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看一看 多謝收看五間馬經 祝大家聖誕快樂 拜拜 拜拜